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丁超 今天是跌35點 比想像中跌少 我們沒有開盤那一天 應該說昨天 不是大家都很看跌200、300點嗎 因為期貨就跌 期貨跌就跌台積電 你就看跌台積電 台積電今天跌 結果最後是沒有跌那麼多 這個簡單講過就好 因為很多人是不會看盤 每天都是 AI股票不買去買炒豆腐 炒豆腐概念股 一年要炒豆腐 你就很厲害了 你嫌要買也不用想買 我告訴你 要叫它炒豆腐概念股 幾次 有的我又沒記了 我沒有在做這個 對這個也不清楚 對 對 比較好笑 真的比較好笑 唱到這樣 對 對 不可以這樣 這人比較實在 我就常講說 有時候我在講說 有時候我們這個節目也有教育的效果 假設你聽到某一個人 當然不是你 因為我知道你不會 他被詐騙集團騙了錢 假設你聽到某一個人被詐騙集團騙了錢 不管是透過什麼樣的方式 最近大部分都用賣 對不對 那基本上會被騙錢的人 我們當然就是覺得說 要體會他們的心情 對不對 可是你要想一點 會被騙的人 如果他本身不貪 別人怎麼騙你的錢 你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你不要以為我的言論偏激 我沒有偏激 當然被騙錢一定不是你 因為你很聰明 你怎麼可能騙我騙 對不對 你不要騙就好了 我意思說 我們看到很多常常新聞報導 或者是政府也都在宣導說 什麼樣什麼樣 你不要被騙 那都是假的 對不對 對不對 都要宣導嘛 對不對 那我常常都想這個東西 就是說 你今天會被人家騙的錢 會匯錢給一個不認識的人 而那個賬號 也不是你開戶的賬號 照理講 你那個賬號 你要匯給你自己 你要在券商裡面下單 那個賬號應該是要你自己開戶 而且還要驗證身份 對不對 那你匯錢匯給一個 根本不認識的人 就是在賬裡面賬 賬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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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賬 賬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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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很可惜 做人要安部就班 你AI相關股票 你覺得很討厭 你看他偽創漲這麼多 你實在是很討厭 其實你也可以不要買 拒絕買這些股票 你不要操作這些股票 你也可以做這支長榮 這支我也有做 我也有說過 我上面就說過 又不是今天買 我買97塊3 然後100 買了兩次 這就講問 它跟AI也沒有關係 問問 你如果不喜歡AI股票 不喜歡廣達 四星創意 你覺得這個價格實在是誇張 或者是你對它不了解 你可以跟他們拒絕來往 你不要買就好了 你也不一定說要為了反對 去給他放空 尾創50塊 對不對 你現在有很多人講說他尾創大賺 他其實他從這邊放空的 你大賺當然啦 161塊半有可能有空到 有可能啦 但是已經空了這麼多次 你說這個空檔 我相信如果沒有幾個 幾千粒加空 你就有材料來空啊 對不對 找這種空檔的 不要說讓人笑啦 這種叫空檔 你有材料敢給他平平你就敢空啊 我才會牽破你 我才會認為你是一個漢子啊 不要打嘴砲 然後都不敢動啊 那不敢空 這個叫空 一百二十二檔 你就是要說 那是要笑發人的嘴 有夠漏氣的 你有材料給他平平 你就有材料給他放空 我才不是說 你 要讓我看不見 你都怕空啊 你來啊 我歡迎你來空啊 空我們的資源啊 我要嚇你啊 不要只要靠一張嘴巴 不要放空啊 你放空啊 但是你有材料放空 最高的嘛 你不可以在這裡放空起來 還要嚇到臭頭去 最高點回補 然後你就說你 對不對 不能這樣啊 做人要公平啊 我常常講說 我們股票也不一定要做多啊 你如果放空 你也不能說 從第一點一直空一直空 空了一百次兩百次 結果你就算最後一個說 我放空我也創一百六十一塊半大賺 那五十塊那一筆 要不要平均一下 五十塊五十塊 五十一塊五十二塊 六十塊六十五塊七十塊 整條路都在空 然後這個要平均一下 你要比如說你有空一百筆 你要平均一百筆啊 那你的跡下怎麼可能是從一百六十一塊半算呢 相對的很多以前我也講過 很多老師在做股票啊 比如說資源好了 你不能說我資源從這邊三百多塊 然後每天買買了一整年 然後你算績效算這裡啊 這樣也不對啊 你這裡要算平均啊 你這裡不能只有算說 我買這裡說我大賺 或者是創這個世信說 我買這裡然後我大賺 就算一筆 其他的都不算 你要算平均嘛 如果你沒有賣掉你要算平均 那像我們都有先賣掉 我們先賣掉就不需要平均啊 比如說我資源我前面這邊做了五趟 對不對 最近大家有比較記得了 我從155上來這邊做了五趟 價差 然後最後一筆是賣在這裡啊 那賣在這裡這裡就不關我的事啊 我也不能說我這邊又大賺這裡了 我沒有那麼不要臉吧 我們最後一筆就賣這裡啊 這邊做了五趟啦 賺了161塊半 五趟價差啦 每一趟都有先賣掉再買 先賣掉再買 我們沒有在場裡投資股票的啊 你都會知道我的個性 我沒有在等級投資股票了 我沒有可能kan去買臥股票啊 臥股票 這樣太太太 臥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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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臥股票就來想啦 臥股票 machen экiguifes 當黨其實幾次啦 我說這個也沒有一個意思 我意思是說 你可以拒絕買AI股票 但是不要亂買 不要起哄 剛剛講到照片集團就是 比如說你也要炒豆腐肌連股 你如果沒有貪心 你會去買這張股票 你會去買漲停牌 人家說真的啦 不然陀生也沒有在買 外出也沒有在買 你也不知道在變什麼 韓國人說的 現在韓國人的科學家說的 我告訴你 如果韓國人說的話最不適合 剛才韓國人 你如果聽到你不要想起 因為韓國人每一項都他們發明的 因為三星 三星 也比台積電更厲害 他們都很厲害 我是覺得韓國人有一項比人更厲害 就是BP比人更厲害 BP比人更厲害 不然其他韓國人都是一項比人更厲害 他們都很厲害 韓國人最厲害 韓國人的科學家說的話 你把他剩下去 你實在很欠 你實在很欠 韓國人說的話你會把他剩下去 韓國人你剛好 我也對你拍攝 我只能說對不對 但是我相信韓國人 我說你應該聽不懂 阿芝嘛 你應該聽不懂 韓國人不可以聽這種台語也不聽不懂 應該聽不懂 不是說韓國人才有學到 學到也是不可以小孩 我們這就參考嘛 對不對 有聽到你算你沒有啦 其他韓國人都有這樣好嗎 你不會炒庭 白人都炒庭 韓國人說的 你還要炒豆腐跟連股 你剛好把他剩下去 你買到就這樣 你就很厲害了 拜佛買掌庭 今天開盤要走 很厲害 這十多基 我是拿三基跟你講 我們這人不要貪心 你可以拒絕買AI相關供應鏈真的 但是我們台灣也有台積電 也有聯電 也有長榮 這麼多股票 可以給你賺 你不一定要做AI相關供應鏈 你不一定要做我做的股票 我也有做長榮給你參考 但是我跟你講 這人不要貪心 會不會怪去 會不會騙去 基本上 一定有貪心 有貪念 才會被人騙錢 我說你有動力嗎 應該有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這邊現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鼓动乾坤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要超导乎让你复习一下 超导乎超导半导体 超导乎超导体 超导乎概念股 中国 vont不要砸负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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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败小导乎 Со声移就是中 Bertho評反过来回参硅的说先招心待到他的嘴使變成呢 所以這種散熱就沒效了 不用散熱了 我聽你講的 說這個散熱沒效 說到每個月就落了 你去記了嗎 說這個散熱沒效 我就親切講幾句給你聽 我不要用散熱的 你用炒豆腐概念有就可以了 不用散熱了 韓國人說的威力還行 我這幾個應該收起來 我不會跟韓國人說的威力都不行 多少也是 我是說大部分講話都很誇張 不是說全部韓國人 這樣我這樣講好像也不太對 剛剛有韓國人在看我也很不好意思 韓國的科學家說炒豆腐概念有 你用什麼 你說台積電今天掉7塊就56點 台積電今天跌56點到季線 大盤跌35點 那表示說什麼 有很多股票都沒有跌 漲的比跌的多 這樣你知道我意思嗎 所以你看它今天好像跌很多 其實台積電就撐住大盤 那我在上禮拜有講說 這大盤跌下來對不對 最壞的情況 因為它一直在整理 你周線都是這樣 你會扭捏捏捏 周線啊 我就把你抬過去 說季線向上啊 不排除能夠回撤季線 我不會說過 有沒有 又在季線啊 這季線這季線這季線啊 多方式啊 這空方式 讓我來抬軌 這不是很好的機會又量收 多好啊 你看都在整理啊 這幾個禮拜 周K線都在整理啊 回到季線很好啊 那你要感謝美國啊 他們有跌下來啊 我們才能夠到季線啊 我們跑得比較快的到季線啊 台積電跑得快啊 你美國 季線在這裡啊 也還沒到這裡 我告訴過了 日本大漲大跌也是到季線 我們台灣到季線 這不是買點嗎 有問題嗎 你當然是要敢買股票 有先賣 有先賣等回撤就敢買啊 你要先賣啊 我的舉例說我們的資源就好啦 我們賣比較早 這邊沒有賺到 但是沒有關係啊 回撤我們買啊 我們 我們不會跌停板啊 今天又要一次 今天275再買一次 我一檔股票最多壓兩成 就是1000萬只買200萬 我股票不是做了很多檔 這檔股票我們壓到兩成 如果我比較保守的時候 我就買一成 一檔股票就買分配一成資金給他 我都有規定的啦 你說你全壓 全壓你就是賭博的人 賭徒啊 我沒有叫你全部壓一檔 當然我不是說 有些老師說他買一檔 他可能是1000萬買100萬 他也不是賭徒啊 他還留90%的資金在啊 我所謂的買一檔就是1000萬買1000萬 我不贊成 像這檔股票我們是1000萬買200萬 一億就買2000萬 就是按照這個比例 那有些人說我買一檔 但是如果你1000萬買100萬 那你不是賭徒 1000萬買200萬那你不是賭徒 但是如果你1000萬買1000萬 那我認為你是賭徒 那如果你1000萬買2500萬還借錢 那你是大賭徒 我絕對不贊成 我在這TG都有講啊 這個是我們的股票 我都講啊 這檔股票呢 我也講過我買這裡跌停板 我這邊都有說明 我說我們之前在這邊買這檔股票的時候 買1010啊 這我都有公開啊 買這裡 那邊有時候跌下來 沒有馬上漲上去 後來就漲上去 所以我買股票不可能說剛好買到最低點 我沒有那麼厲害啊 買跌停板 這又跌兩天嘛 但是還在我們的範圍之內 我們是續報 我們是看好啦 我們就買一層啦 你怎麼清楚了嗎 這1000萬買100萬 譬如說這個我有公開嘛 這個頂禮拜五 我不是說不是頂禮拜五 今天拜五才對 應該說拜三啦 我們要辦公室 賭證 我們有辦公室嘛 買這裡買跌停板 今天也是這裡嘛 這就回撤啊 我們不是買這裡呢 我們不是買這裡 我們不是買這裡 我們是買這裡 那這支高評我也說了 這支高評我們後禮拜買了 下禮拜要買了 這支高評也是我們 我們是買這裡不是買這裡啊 這支我都撿碼啊 我有說過啊 艾普啊 我們是買308跟310啊 這支我也說過了 買244.5啊 都撿碼 撿碼賣出啦 撿碼賣出獲利了 我都說過了 神准跟艾普 我都拜一拜你 我都說了 拜一拜你 拜一拜你 拜三我都說了 今天拜五嘛 你說這支而已不說 這支我 這支沒什麼順利了 不是沒什麼順利了 沒什麼期的我就不說了 這支我們也是 買了以後 對不對漲上去 然後賣一半 然後回撤再買 那現在的股票 我們已經是壓到兩成了 雖然短時間來講 星星比較在整理 但是我一定是看好 我們這張股票是買了兩成 買了兩成的意思就是 我們第一次買一成 然後再加一成 就是兩成的意思 不是攤平喔 這在成本附近 甚至買了比第一次還更低 比如說我們這個不叫攤平 我們所謂攤平不是這樣的意思 你不能說我買281 跟我買275就要攤平 那哪叫攤平 成本就在附近攤平 我是故意要分兩次買 因為我要看盤式的變動 我比較小心 在會員操作 我總是要小心一點 比如說我們星星是壓了兩成的資金 一千萬買兩百萬 資源是一千萬買兩百萬 那我們股票也不會買五十檔 一百檔 那每一檔股票都有 有陳述的規定 然後都有設停損點 所以會員很安心 指數在變動 股票在變動的時候 我們都知道怎麼做 那你說老師都是做對 我們難免都會有做錯 我從來沒有跟你講 我股票都會做對 我不是詐騙其他人 我也不會因為這樣 每天都講漲停板的股票 然後騙你入會 然後去講拜三公炒豆腐 騙你來參加會員 結果今天跌停板 而且今天跌停板 後禮拜不知道 別說了 我希望後禮拜賣地停板 這炒豆腐概念股 讓你有機會走 因為我股票也沒有放空 股票地停板對我也沒有好處 我只是舉例嘛 不要為了表演 分析是不要因為表演 而且叫人家去做那些奇奇怪怪的股票 你怎麼去聽韓國人的話去買草豆腐概念股 什麼草豆腐 我怎麼不知道 你當中很厲害 為什麼還草豆腐 有發明的 是有發明的是不是 如果那個東西發明 會發明成功 也是美國人才會成功 你放心 你也不要以為我有成見 全世界地球上 最會拿諾貝爾講的 也是美國人跟以色列人 還輪不到韓國人 也輪不到台灣人 我可以跟你講 你也不要嫉妒 我講的是實話 所有的精英都往美國跑 你看麥克朱倫今天宣布說 他把那個防風隊賣掉了 13年賺了10倍 花2億多 不到3億美金去買防風隊 當老闆 結果現在賣30億美金 30億美金 10幾年賺10倍 麥克朱倫你知道嗎 最優秀的籃球員全部在美國 最優秀的棒球員全部在美國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最優秀的科學家全部在美國 你說為什麼都在美國 你問我我怎麼知道 大家都喜歡美國 你不喜歡 我才不喜歡 也許你不喜歡 我也不知道 你們到底有事 你喜不喜歡到我沒力氣 我只是講實話而已 你不喜歡把他放空來 我放心你來放空 你才有勇敢來放空 不要在那邊連銷 你就有10個放空 300多張 100多張 你也讓人笑 你就怕放空下去嘛 那天井不是很勇敢 一直在罵這些股票 那為什麼不敢說呢 酸民每天在講那股票 AI相關供應鏈探不到就在那季度 每天在賣偉創 每天在賣廣達 不去探到 就說什麼不好 做人不可以這樣 探不到不可以 有機會樂愛 我們可以來買 再來探 但是去酸人家沒有用 講人家不好 不會讓你自己變好的 我就是做AI相關供應鏈 我有先賣再買 我會不會再賣你投資 我會說是對的 總比那種的 炒蛋 炒豆概念就好了 你不講 上禮拜三 大家也炒豆腐 炒豆腐喔 10天盤啦 10天盤喔 我怕買不到 又去削10天盤 好 大家三千多 結果竟然幾盤 炒豆腐變炒豆腐 都買不到出去 炒蛋啦 炒豆腐 炒豆概念股 臭概就概啦 我跟你講 AI不是臭概 AI是真實的 AI的行情才剛開始而已 AI的獲利還沒有出來 第四季才開始會放量 你要懂產業 要知道我都有教你 那技術面來講 跌了兩三成下來 你不敢買 什麼時候要買 加入還有Telegram 193008 我想我操作股票你都知道 那如果你有這些股票來找我 我當你操作 你要怎麼買我當你買 以後要賣我當你賣 我沒有再長期投資股票的 那還有一些股票可以買 了解我的意思嗎 不要聽那些閒言閒語 不要聽太多負面的話 或是聽那些沒有的一大堆 那會影響你的判斷 你操作要有一個中心思想 要自己研究 那聽到我們有的有的結果 都去用鼓鼓鼓鼓 去買的 spending 炒豆腐 改變 還是變了這樣 我們才來買AI 像我公司的變成很好 有任何問題 打電話到公司來詢問 今天報告就到這裡 謝謝各位收看 小祝賞 本服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課 也有價證券 無不當製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